駐美副代表李光章一行人 在農曆新年期間 特別到美京協盛工會拜年 除了感謝過去一年來大家的支持外 也期盼在新的一年 僑團能夠繼續支持中華民國 並且提供了駐美代表處 更多的建言 駐美副代表李光章 率領領務組長吳文玲 副組長張亞光 華府 喬教中心主任陳世池 副主任王怡如等人 拜訪位於馬州銀泉市的美京協盛工會 參加協盛工會舉辦的新年祭拜 和歡慶活動 李美娟主席 首先以廣東話致詞 感謝大家過去一年來的支持 並希望新的一年吉祥如意 李光章則期盼僑界先進 能繼續支持臺灣與駐美代表處 我們在這邊是向猴年來執行 告別猴年 同時掌斃來迎接我們這個紀念 我想藉這個機會特別要感謝我們協盛工會 過去一年來對於我們政府 還有我們本處工作的支持跟協助 展望這個新的一年 我們期待各位先進 繼續能夠堅定支持中華民國 支持臺灣 也給本處提供更多的建議 我們會繼續努力不斷地來提升我們服務的品質 來回饋大家 李光章致詞結束後 也致贈香油前 由元老白杰雄代表接受 包括美京中華會館主席李燦民 吳文林組長 陳世辭主任 即當天在場僑團代表 也先後說吉祥話 表達新年祝福 李偉娟主席也親自把財政部發行的新年吉利錢 致贈給現場來賓 尾聲 眾人享用豐盛的 越式年菜 包括年糕湯 白切雞 叉燒肉 以及烤豬肉等等 大家邊吃邊聊 相談甚歡 最後更一起合影 期盼未來更美好 臺灣網站王陽 美國華盛頓採訪報導